一色一色 我做你的土星花 愛的是你 我好羨慕這個風箏喔 笑得那麼開心 飛得那麼高 飛得那麼遠 自由自在 五居五居 哪像我們 一出生 最不決定在哪一個家庭 還要背負著那個家庭的故事長大 而且不能改變什麼 來 給妳握著 妳感覺一下喔 親親的啦 童真 因為妳要翱翔天空 是不是有這條線隙在這裡 這個 就像我們和家之間的關係一樣 是沉重 又甜蜜的牽絆 妳雖然不能選擇自己出生的背景 但是我們可以決定自己的未來啊 妳講得那麼複雜 我都聽不懂啊 什麼牽絆 什麼又重又甜的 我不想想那麼多 想太多的時候 頭腦會擋直 以後只要我們兩個在一起的時候 就不要想那種令人心反無解的問題 好不好 只要開開心心的 我也希望妳可以永遠開開心心的 好 那我們打勾勾 以後不許抓牛角尖 一定要開開心心的 打勾勾 好 快點啦 我的風箏 我的笑臉 算了啦 就讓他去吧 我再做一個新的給妳 真的嗎 妳會做啊 那我要做一個比這個大兩倍的風箏喔 我再做一個比這個大三倍的送給妳好不好 以後啊 我會在這裡 緊緊的握著妳 等妳的飛累了 想休息的時候 再一點點一點點把妳給捲回來 妳很小氣耶 幫我從大老遠摳來 就請我吃便當喔 妳會不會不好意思啊 我哪裡小氣啊 妳仔細看這是日式便當耶 那妳為什麼不乾脆請我到日本料理店吃啊 幹嘛那麼浪費啊 反正妳吃不了多少 只是我吃不了多少 我是怕我等一下說完之後 妳就吃不下了 什麼 要不要何鈺瑋 對手套的事情相信了吧 不會耶 她一定都不在意 她完全能站在我的立場幫我著想 是嗎 男生嘴巴上講不在意 只是心裡在低血 只是在選擇不說而已 她才不會咧 她很nice的好不好 這跟nice不nice沒有關係 只要是男人就會介意 就跟你講她不介意妳聽不懂 妳確定 當然啊 要不然 她就不會跟我求婚了 她就不會跟我求婚了 恭喜 我以為妳會吃不下 我幹嘛吃不下 妳們本來就是以結婚為前提交往的 不是嗎 妳幹嘛不吃啊 不吃那倒給我喝了 娘減肥喔 應該的啦 張新娘一定要好好的維持生產 尤其是像妳 這麼期待的把自己嫁出去 我只是想 我其實沒有想到什麼 三十幾歲了還快 那要等到跟年紀到了才要加碼 陳小環妳嘴真的很賤的 小心我扁妳我告訴妳 有人介紹當上去啊 我哪有介紹當上去 哪有 看就知道有了 這麼多年了 妳已經變成我生命的一部分 我一直都知道 妳不會永遠在這裡等我 我不知道的是 當這一刻來的時候 竟然會是這麼痛 幹嗎 我在想啊 你想什麼趕快講啊 我在想 乾脆我們再辦一次同學會 還是 妳的婚禮就是同學會 妳幹嘛這樣啊 上次同學我是為了幫妳 我才這樣講的耶 我現在也不知道 怎麼跟同學解釋了 那就不用解釋啊 那是妳說的 反正妳要辦妳自己辦 我是不會去的 好啊 我其實是想要請妳幫我一個忙 我說媽 我結婚的時候當我的新秘 不行 為什麼不行 你是我的媽姐 我結婚妳不當我的新秘 這跟媽幾步媽幾沒有關係 這是原則問題 新秘大部分都是女生在做 我一個大人去 感覺很涼泡 再說 不是能幫妳換禮服嗎 禮服我找我同事換就好了嘛 那就找妳同事當新秘啊 這樣子一次就OK 很有效率 小妻 小妻 那這筒呢 你要幹嘛 這報紙都過期了 我拿去丟掉啊 這不是垃圾好嗎 這個啊 可以摺成小紙盒吃飯的時候用 而且還可以擦玻璃 環保救地球 還回收咧 那男人妳也會回收用 我這麼問 不是因為我害怕 我只是替妳覺得不值得 不值得 這麼多年來 我真的有給她想過 如果洆湞跟她回來 如果她還說她愛我 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 我不是要回收男人 我是要有人懂得 疼惜我的幸福 我會不會 忍了這麼多年 我總算是熬出來了 值得 當然值得 她可以依靠 我幹嘛還要找其他人來等待 我只是隨口問問 妳還回答這麼認真 妳幹嘛問 妳們這邊有沒有比較大間像樣一點的書局 書局 那個學校對面就有了 妳走下去右轉 然後數到第五條巷子 然後再左轉看到大馬路 等一下 聽到沒什麼 不然妳畫圖給我 畫地圖 我們這邊要問路 都是靠嘴巴 整體了我帶妳去 妳不用顧電 家裡都沒有人 鄭東說他出去散心想事情 最近大家都知道東華春帆一夜 鐵門拉下來就好了 走了 那我去拿包包 好 附近就這一家最大了 那妳平常是有在看書喔 我不是來買書的 我是要挑一張生日卡呢 寄給我日本的妹妹 我要先祝她兒子生日快樂 然後順便告訴她 我們全家都要飛到日本去 妳要說那麼多事情 用血的可以嗎 妳不知道打電話比較方便 妳不知道我妹的個性 對付她要先離後離 什麼事情不能直接來 嫁到日本去真適合她 好 我幹嘛跟妳說那麼多 對喔 我又不認識妳妹 妳慢慢挑 我先回去 等一下 怎麼了 那個 我挑完卡片我等一下想去郵局 妳看哪一張不講好看 我又不認識妳妹 我怎麼會 妳剛才講過了 這樣妳挑就挑嘛 哪一張 我 我們的眼光果然都是一樣的 我是講卡片 不是只陳振東 我知道